这个阶段呢 其实是很多业余爱好者的一个分水岭 我们管它叫台球这三级啊 有的人呢 会在这个阶段水平停止不前 也有的人呢 会因为找到一些新的乐趣 或者兴趣点吧 可能会有突破 慢慢的脱颖而出 成为业余里面打得不错的高手 很多人会容易卡到这个阶段 主要原因呢 是因为在这个阶段 它会出现一个选择的问题 是继续练准度呢 还是应该练习走位 有很多人会认为 我的准度不够 所以没办法练走位 还有的人呢 会因为练了走位之后 准度也下降了 所以在这个阶段 会面临这么一个认知问题 如果继续练习准度的话 你会发现自己很容易陷入一些细节当中去 容易纠结 其实是很难打好的 如果你去练习走位 你会发现你的准度 短时间会有一些下降 但通过练习 你会掌握很多的干法技巧 包括发力的技巧 比如说 短了短出啊 短了长出啊 这是在网上经常讲的一些出干的技巧 通过这些技巧 你会提高你的发力 其实会对准度反而有帮助 部门大师